香林出生贵族世家,家里仆人管家众多,从小就受到了各种爱戴,脚上起床后的各种洗漱穿着打扮都是仆人帮她做的。 今天是香林的生日,也是高中开学第一天,在众多仆人的簇拥下,香林坐上了家里的豪华汽车,而玲玲也同样是个富二代,她一直喜欢香林,但香林似乎却不以为然。 这天,两个人一同乘坐自家的豪车去学校,刚到校园就被一群人的尖叫声所吸引,再来到足球场上,她看到了一个英姿飒爽的白马王子在操场上踢着足球,就这样香林被她的帅气深深吸引着,渐渐地不由自主向球场中央走去,但是不慎被足球踢到险些摔倒。 在紧急时刻,所谓的白马王子登场,一举搂住了香林的腰,香林也为此而痴迷不已。 在香林生日当晚,父母亲都为香林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,仆人和管家都为她跳起舞蹈庆祝,父母还送香林一条美丽的裙子,后来父母就开始和香林讲述一箩筐的结婚大事,但是香林却突然大发脾气,因为自己不要嫁给玲玲那样自己不喜欢的人。 直到她看到结婚对象的照片才发现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,并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桩婚事,很快在父母的安排下举办了婚礼,婚礼设在一座教堂里, 教堂里空荡荡的只有双方的父母,为此香林有法脾气,这与她所想象的梦幻婚礼相差甚远,但是只要白马王子贺木尚学长一开口,香林就会乖乖地听话, 因为两人还是高中生的缘故,就没有邀请众人来参加婚礼,也没有手带戒指。 香林一家人来到了贺木尚的家里,刚来到家里就被鬼屋吓到,还被胖房东吓得神魂颠倒,香林的公主气一下就发泄出来, 但是只要贺木尚讲话,她就会欣然接受,刚生活在出租房里的香林很不习惯, 没有了仆人和管家的服饰,好像就成了一个废人,早上起床还是胖房东叫醒的, 洗漱打扮都不行,一番折腾后就跑出了家门,因为不识路,七走八拐终于走到了学校, 但是到学校时已经放学了,玲玲看到香林失魂落魄的样子实在不忍心, 了解后才明白事情的原因,赶忙打电话给贺木尚责问,却被香林制止了, 晚上,香林又东挡西歪的走回了家里,本想贺木尚会给她一个爱的奖励, 但她却责备她早上出门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,没有一副家的样子, 香林觉得自己很委屈,便各种的抱怨,但贺木尚却觉得很可爱, 并决定开始教香林一些家事,慢慢的香林就学会了洗衣做饭干家务, 香林很认真的学,上手很快,这让贺木尚很开心, 而她又发现,自家的储蓄只剩下几百了,但是香林觉得很正常, 就打电话给父母亲求助,贺木尚觉得不能为难岳父岳母, 就推托不需要支柱,他们两个人可以好好生活的, 当晚在娘家过夜,第二天准备去上学,家门口是迎接的贵宾车, 但是香林却拒绝了,和贺木尚一起搭公交上学, 而香林的父母亲很惊讶,他们觉得女儿长大了, 一晚香林在家等贺木尚回家,想质问今天和她在一起的那一群人是谁, 而贺木尚却以一群迷妹一笔带过, 第二天放学,贺木尚的前女友找到了香林,劝她早点分手吧, 因为贺木尚是为了金钱才选择和她在一起, 而香林却不以为然,觉得二者是优势互补, 在一旁的贺木尚听到了很是开心, 当晚心情舒畅的贺木尚还帮香林吹头发, 隔天晚上贺木尚因为学习而晚回家,香林不解, 原来学习是要通过考试的,于是香林也开始认真学习,准备迎战考试, 上课的状态连老师都为之惊讶, 而玲玲却觉得香林很委屈, 她找到贺木尚逼迫他们俩分开, 不然就告诉学校他们结婚的事, 贺木尚被逼无奈,选择了妥协, 香林的父母很是伤心, 因为他们看到了女儿的成长, 而贺木尚也觉得自己承受的痛苦, 香林应该就会很开心, 而在这时,管家的点拨让贺木尚明白了真爱, 她一路狂奔到玲玲家跪在地上, 请求她答应他们俩的婚事, 玲玲被她的真情所打动, 便同意了, 很快贺木尚跑回家了, 紧紧地拥抱了香林, 并告诉她再也不分开了, 香林备受感动, 两人在此结婚重归于好, 真正相爱的两个人是会彼此包容对方的缺点, 褒奖对方的优点, 愿你能以一颗包容的心对待爱情, 对爱情使之不渝, 但是有件事我实在无法理解, 为什么两人的婚姻需要经过一个外人来同意, 你认为呢?